另外一个重点是 佩琪昨天讲到了保险箱这一块 保险箱里面到底有什么 保险箱里面 以上是佩琪自己讲的 因为我没有进去看到保险箱 她租了两个保险箱 一个各放50万现金 其他还有一些 大概就小孩子出生长辈 都会满月或是周岁或是送金锁片 还有她妈妈 或是她自己留下来的一些珠宝首饰 第一个这些珠宝首饰 在过去她的财产申报资料里面 完全没出现过 当然她可以讲说 因为这个不到申报的标准 不到20万不需要申报 不过黄金现在很容易超过20万 因为现在金价很贵 所以是很容易超过的 好第一个没有申报 第二个 她昨天在讲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在我的生活周遭 或者是我的生活经验里面 因为佩琪她是这样说的 她说为什么保险箱要放钱呢 因为当市长之后 她也觉得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工作 放有一些少量现金 所以100万叫少量 你们这些穷人 在里面以备不时之需 100万就是一张卫生纸 还好啦 就放个半张卫生纸 金额分别50万 也就是说她承认 她各放50万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在我的生活经验里面 到底有谁会把钱 现金放在银行的保险箱 以备不时之需 要跑路的 跑路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银行 营业时间到下午3点半 所以你3点31分 要去开保险箱 对不起请你明天再来 这个叫不时之需 对 晚上要坐汤出去 等明天 通常我们知道 钱会放保险箱放哪 放家里或办公室 通常只有那种毒箱 黑道兄弟 会在保险箱里面 放一笔现金 而且可能会放 各种不同的辟别 就万一跑路的时候 拿了就可以走 因为你也不知道去哪里 最好是放钻石 因为它体积小又值钱 但是钻石不容易变现 所以很多 为什么喜欢放 劳力士手表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容易变现 所以什么叫不时 而且请问 佩奇医生 你是跟克文哲 要去乌克兰当 占地医师吗 什么意思 你怎么一副就是 我这一副就再也不会 回来那种感觉 你三个小孩 都成年了 你们家有两间房子 没有贷款 不对 现在多了一间商办 然后你的银行存款 还有好几千万 也就是说 就算你们两个 真的万一有什么 不测的时候 来不及交代 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三个小孩 可以共享超过一亿的现金 房地产跟现金 这有需要什么不时之需吗 所以我真的不懂 他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都规则 就是说通常 如果你要在家里面放现金 然后以备不时之需 跟小孩子讲说 万一有什么状况的话 你可以拿去用的时候 通常是买一个保险箱 就放在家里面的保险箱 反正也打不开 对不对 有状况才打得开 对 你去弄在银行 然后所以你的小孩 如果真的要去拿这笔钱 运用的时候 他要过整层关卡 对 而且必须在营业时间进去 过了三点半之后 你三点三十一分 走到银行门口 对不起 明天请找 而且因为名字是他的 所以他儿子进去 那个身份的认证等等 都很麻烦 没错 所以这完全不合逻辑跟经验法则 而且现金放保险箱没有利息 你每年还要付租金 没错 而且保险箱其实size不大 对 通常不太会放现金很占位 很占地方 通常保险箱会放什么 很珍贵的珠宝 纪念价值 然后就房契地契 对 没错 保单 他放USB是正确 我很少听过有人把现金放保险箱 现金当然放银行 要不然放哪里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未经证实 说有虚拟货币的冷钱包 好 什么叫冷钱包跟热钱包 热钱包就是 其实虚拟货币又称为加密货币 像我们比较常听到 比如说比特币 太达币 以太币等等 那热钱包呢 它就是在线上 它随时可以交易跟变现 那冷钱包呢 就是一种加密货币的方式 最大特点 使用时候没有连接网路 避免骇客 攻击等常见的 线上安全漏洞 但是冷钱包呢 冷钱包 你就没有办法马上变成 我们在用的现货币 因为它必须要经过一个程序 它可能 因为它一定 为什么安全是因为有加密 加密有可能是USB一个金钥 USB水晶器也一个金钥 像Gras的 它自己讲 它是一个卡片 用蓝牙感应 接上去 那有些是一组很复杂密码 你记不下你就抄在纸上 然后要用的时候 你再把密码key进去 这个是最安全的做法 但是冷钱包变现 比较麻烦一点 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呢 到底有没有查到冷钱包 我跟你讲 如果查到冷钱包的话 我觉得柯文哲就一定GG 可是这个很难查吧 因为虚拟货币这种东西 其实应该很隐秘 隐秘性太高 这个国际上面的毒销 黑道都用这种方式来洗钱 做坏事的人都以为很隐秘 我们的司法单位 也要让那些人以为 他真的很隐秘 其实他真的不难查 不难查 你在网路上反走过 必留下痕迹 所以为什么 侦办团队里面会有一个 查虚拟货币的高手 叫陈文景检察官 他是当时 你知道吗 他在调来这里资源之前 他在9月4号 刚起诉了 S王牌交易所 第二波133个被告 S王牌交易所 他侦办的那个犯罪 就是用虚拟货币来洗钱 而且是国际的 对 而且是跨国的 所以陈文景检察很厉害 他查虚拟货币 可以说是北检第一把交易 那所以他要对上 那个光头律师大战 谁会赢 这个不知道 不过我再猜 其实也可以去问 许小新的大姑 因为她大姑也是 也是用虚拟货币洗钱 他们对虚拟货币 应该有陈入了解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做监犯课 你不要以为虚拟货币就查不到 他还是可以被查到的 要不然为什么会最近 侦破这么多 利用虚拟货币去洗钱 帮诈骗集团洗钱的方法 就是因为这些坏蛋 都以为虚拟货币是隐秘的 查不到 但是事实上 他是可以被查到的 而且车手都被抓到了 对 车手都被抓到了 了解 感谢连旺帮大家解惑 在现场最了解 这个虚拟货币应该就 因为国际14级 国际14级 国际14赔了很多 等一下 连旺你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 他的保险箱里面 刚刚讲到说 金市现金 这有另外一个问题 对 没有申报问题 因为你有100万 现金要申报 对 现金要申报 100万一定要申报 而且我跟你讲 你看前一张 柯文哲 他是多么龟毛的个性 因为我很怕民众党说 100万以下免申报 但是柯文哲以前的习惯 100万要啊 他89万都申报 他都有申报 他连89万都申报 公开透明 有没有赞 结果你100万现金藏在那边 你竟然没有申报 第一个 还有你的珠宝首饰到底值多少钱 说实在我们真的不知道 对 我们真的不知道 因为珠宝首饰 它是一个很广泛的定义 他的那个珠宝首饰 我觉得可以跳过 应该还好 那是我们看过的 搞不好藏起来是我们没看过的 所以黄帝尹律师就 就违反经验法则嘛 就是说第一个 你要留钱给小孩有急用的话 通常就直接放在账户里面 然后你顶多你就把金融卡的号码 或金融卡直接给小孩说 万一你真的有什么急用 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 你就直接去领钱 而且小孩 他小孩不是三岁 也不是12岁 都已经是大人了 都是成年人 而且我还有一个对他们家 这个理财方式的意见是 他放了两笔各50万 可是他有三个小孩 谁没有 我今天也想到这个问题 谁没有 为什么骗信 你如果租三个保险箱 我们说一人一咖 就三个小孩只有两咖保险箱 不公平 妈妈妈骗信 对另外一个是谁 捡来的 可能不是亲生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的理财 就是完全无法理解 而且黄定颖整理出来 陈佩奇的危机处理SOP 推给小孩 已经有三次了 买1.21豪宅记不记得 我要帮我们小孩要娶媳妇 好一个媳妇 对所以他这句话 把台湾单身男性娶老婆的门槛 直接拉到1.21 好我们的少子话 只会越来越严重 再来 数百万先生ATM存款 给小孩 可是检察官查了 你转给小孩账户的时候 你小孩在国外 你转到台湾的账户 他也领不到 没错 再来 保险箱百万现金 又推给小孩 所以呢 陈佩奇的防火墙 就是小孩 我觉得当他们小孩 真的还蛮可怜的 吃个牛排也刚好而已 什么事情都变成小孩的 谢谢 鞋了 晚上 好